第五题,五到七题是体组 体组,实验装置如右图所示,异面与背底的距离皆为H 若将三个完全相同的木块分别投入装有不同一体的相同容器中 假设木块的密度比谁小 当木块在一体中呈现净粒平衡时 背内置异面与背底的距离分别H甲,HE,H柄 且无一体溢出背外,则回答五到七的问题 第五题是问,比较背内置异面与背底的距离高度依序为何 我们题目已经告诉我们木块的密度比谁小 而这三背一体的密度都比谁大 也就是木块的密度都比三背一体密度小 因此木块在这三背当中都是浮起来的 我们晓得浮体的浮力会等于物重 而浮体的浮力等物重之外 它也一定会等于排开一体的体积成一体的密度 三个完全相同的木块 所以重量是一样的 因此如果我的一体密度比较大 那么它的排开的体积就会比较小 也就是说在这里面它会上升的高度就会比较小 三背一体当中假一体的密度是最小 所以它所排开的体积会最多 所以异面上升会最高 它的异面高度会最高 而我们丙一体的密度最大 所以它排开一体的体积会最小 所以它上升的高度会最小 所以丙一体它的高度呢会是最小的 因此第五题问我们说 比较背内之异面与背底的距离 高低次序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H甲大于HE大于HB